主日平安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叫做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经文是来自以夫所书的四章 十一到十四节 我们大家先一起来读一下 经文比较短 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福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金箍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好我们来地图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是你用你自己的灵 重生了我们 拣选了我们 拯救了我们 也建立了我们 主啊 我们知道 你在我们当中 我们是你的殿 因此这就是 奉你名聚集的教会 主我们知道 这教会 不在乎是有怎样的场所 而在乎是否有你的灵 在其中 而在乎是否基督 你是我们独一的头 主我们就求你 使我们可以真正 在这真道上 同归于一 使我们在这真道上 同辈建立 因为我们实在是 一主 一信 一喜 彼此相连的生命的共同体 主我们求你在今天 接下的时间 与我们众人同在 让我们的祷告 赞美 和我们一切的敬拜 都能够上达到你那里 主我们这样的祈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的老家是山西 在我老家的那个县的旁边 有一个小县 叫红铜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红就是洪水的红 红就是山洞的洞 但是读铜 可能很多人听过一个经句 叫苏三起界 苏三离了红铜县 就那个地方 这个县还是别看它小 但是还是蛮有名的 我以前好像也提到过 新教入华的时期 包括天主教来华的时期呢 整个的山西 甚至于华北整个的 天主教的宣教中心 和基督教的宣教中心 都在那个县 红铜县 那个地方也出过 很多的历史的名胜 比如说那个地方 有一个叫广圣寺 广圣寺的那个木塔 到现在还是属于 国家的一个遗迹 在这个寺还发生过一段事情 后来被人写了 中了一个剧本 叫西香记 都是那个地方发生的 张生翠英英那个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呢 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 几乎是整个北方 各省都有人 你问他的祖谱 他来自于哪里 很多人都会上诉到说 我们来自于山西红铜县 山西红铜大槐树 这个呢 很可能是来自于明朝那一次的大移民 全国的这个人民都集中在那个地方登记造册 然后把他们分散开 因此后到了后世 无论姓什么 无论他住在哪里 很多人的最后的 最晚的这个记忆 都停留在那棵大树的下边 那个树我还见过 就是明朝到现在也好几百年了 一个大槐树 槐树呢 应该通常不是那么高大的 但是那个树就相当大了 然后那个根深叶茂 所以呢 这个树一般都会被选做像这种举行重大的一些个仪式啦 或者是一些个活动的一个地方 因为树本身就有许多的一个象征的意义 我曾经在西藏的时候参观那边的一个园子 就百树园吧 里边的那些个百树 有十几株都是在五十米以上的 最高的一株有九十米大概是 那个非常的恐怖的 但是到现场去看的时候 真的是你想想一百米是什么意思 九十米 所以一棵参天大树 它是具有一个最强悍的生命力的一种象征 是不是 我们的主耶稣曾经也举过这样的例子 对吧 他在圣经当中讲福音的时候 他的传道 更多的传的福音 是什么样的福音呢 是治病的福音吗 是让你成功的福音吗 甚至于是救赎的福音吗 他说的最多的叫天国的福音 对不对 他讲的始终是一个国度的概念 而在这些天国的福音的比喻当中 有一个比喻就叫做天国好像一棵大树 是不是 这个大树的概念始终是存在着的 我们可以讲这个树 这个天国的大树 这棵福音的大树 恰好就是整个的信仰的一个很好的比方 或者是一个形象 这棵树你不妨就叫做是伊甸园中的那棵生命树 对吧 因为我们整个的福音 就是好像这样的一棵树一样 你可以想象一棵树有什么 有根 对吧 有根 这个根是扎根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上的 是在一个特别好的土地里的 然后有这个干 这个干就好像是一个教会的这个坚强的一个架构 这个干上面还有枝子 是不是 枝子你可以理解为 或许是我们的每个小组 怎么样的是吧 这个枝子上还有很多的叶子 花果 都在这个枝子上了 对吧 那如果说它是有叶子是一定会有的 但有一些就不一定有花 但是理应有果子 无花果可以的 但要是无果花 这就要命了 是吧 如果一棵树只结叶子 没有花也没有果 这就要命了 这树有问题了 对吧 通常我们会说有果子 这果子就是我们信他的名 聚集的众人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有生命连结的关系 我们是一个真教会 耶稣用无数的比喻说过这件事 他说过他是真葡萄树 对不对 我们是枝子 我们与他相连的 这是一种生命相连的关系 我们是一个生命树 不是一个盆景的那个塑料树 不是一个精致的甲花 对吧 我们是有真正的生命相连结的 一个枝子 许多的枝子上面的葡萄 他们之间的生命 真的是血脉相连 同根所生 同气相连 对吧 他们不是说 用凯勒牧师的话说 是装了一袋子的那个玻璃球的 一个个蛮精致的 但彼此之间完全独立 个人过个人的 谁跟谁都没有连接 玻璃球和玻璃球之间 确实没有生命的连接 但葡萄和葡萄之间 可是借着枝子 借着枝干 借着根 是真的血肉相连的 对不对 可能有或远或近的关系 你跟你同一个枝子上的就近一些 你跟别的枝子的可能远了一些 但是你们总能找到一条路径 跟主耶稣基督相连 这个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观念 教会的观念 这棵大树就像是天国的这个生命树 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宏观的教会 它对内是有一种保护的作用的 对吧 它可以保护让这些个枝子上的果子 彼此的守望 它对外又有一个阴壁的作用 可以让很多的这些飞禽走兽 都可以在上面坐窝 或者是在下面乘凉 对吧 它有一种社会的一种效应 有一种社会的效应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比方当中 主耶稣基督 他没有说用后世的 我们用的一些个神学的语言说 但是他所表达的 完全就是我们一个 非常的健全的一个教会观 有了这样的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之后 我们可以来回头 我们用一些今日的 可能是有点点术语性质的事 来描述一下 到底什么叫教会 首先我们应该有一个 基本的教会观 教会就是分这三种教会 分为叫做无形的教会 还有叫有形的教会 还有一种叫地方教会 我们会分别说一下 这分别是什么意思 第一种的无形教会呢 就是说是上帝为自己的荣耀 在创世之前就在主耶稣基督里 拣选了的 拣救了的救恩的那些选民的全体 这个叫做无形的教会 这个是一个宇宙性的超越时空的选民的集合 它叫做无形教会 也就是说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的那个总和 无论是过去的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 在这个意义上 你和亚伯拉罕是一个教会的 是吧 你和保罗是一个教会的 你和以赛亚是一个教会的 你和马丁路德是一个教会的 你和现在的圣徒是一个教会的 你和将来 以及现在还没有出生的圣徒是一个教会的 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讲的 这叫无形的教会 无形的教会 它的具体成员成员是谁 显然只有上帝真知道 我们可以换个方式说 就是写在生命册上的所谓有名字的人的具体 对吧 第二种叫做有形教会 有形教会说的是在历史之内 是在人间 普天之下 任信三一神上帝 奉主耶稣为独一救主和生命主的各个宗派 以及独立教会当中 信主受洗加入教会的信徒的全体 这叫有形教会 也叫做普世教会 或者叫大宗教会 我们在使徒信经当中 每一次我们去送念的时候 有一句话叫做 我信圣而宗之教会的 这个宗就这个意思 大宗教会 在这个意义上呢 我们大家就和中国的世界上的这些 长老会啦 进行会啦 圣公会啦 信义会啦 卫理会啦 以及各个独立教会啦 我们和这些教会的真信徒是一个教会的 我们是属于普世大公教会的 对吧 在这个意义上 你跟这些人都是弟兄姊妹 这是第二种的教会观 第二种的教会观 而第三种的教会观呢 就叫做地方教会 地方教会说的就是 在同一个世代 同一个地方 上帝呼召聚集的一群信徒 教导并且持守真道 崇拜送赞 实行胜利 彼此团契 传扬福音的这个全体 这个叫做地方教会 或者地方堂会 那在这个意义上 你和我是同一个教会的 对吧 咱们是主日在这个地方聚会 我们称作叫做长春阳光教会 这是个地方教会 你包括长春前进教会 这也是个地方教会 对吧 它是有一个具体的名字的 坐落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 21世纪初 坐落在一个具体的地方 中国东北吉林省长春市 对吧 这是一个地方教会 这三种教会 当然之间是有关系的 对吗 不知道我们现在 自己的脑子里边 能不能够有这个 一个关系图画出来 也不知道你画的 是不是跟我的一样 对吧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图形 无形教会 显然这是个最大的一个群体 因为它包含的是 天上地下 古往今来 现在将来 所有的选民的 对吧 而这个大公教会呢 指的是在地上的 历史上到今天 或者说今天世界上的全体 但它还是不太包括将来的 是吧 而地方教会就是在 更加具体的一个地方 所有的 我们可以说是 五湖四海 世界各地的不同的教会 不同的地方教会 共同构成了叫 有形教会 对吧 各个地方教会 构成了那个大公教会 有形教会 而古往今来 天上地下的有形教会 共同构成了 无形教会 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 这里有一个明确的 一个递进的关系 有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 换言之 不可能说有个人 他不属于任何一间地方教会 却单独属于有形教会 甚至于属于无形教会 这就好像那棵大树上 这个葡萄 是在一个枝子上所结的 对吧 你见过这个树干上 直接长出一个葡萄来的吗 几乎是没有 甚至有人更说 我是属基督的 他直接是从根上长出来的 这是不可能的 你要知道 所以呢 不可能有谁是属于 一个更大的教会 却不属于其中一个具体的教会 就好像我们以前也提到过 就好像旧约里边 以色列人分为十二支派 对吧 十二支派 有没有一个人可能说 我是以色列人 但我不属于十二个支派的任何一个支派 这样的话 以色拉就会在数点名册的时候 把你赶出去 对吧 以色拉是不是要求这些人 报告你自己的这个族谱 你的这个支派的来源 说不清楚的就给赶出去了 对吧 所以是不可能有人 不属于任何一个支派 确实以色列人 这是不能的 即便是外邦人规划进来 他也要必须加入某一个具体的支派 咱们也提到过 路德是摩亚人 是吧 那么路德后来成了大魏王的祖先 显然他是加入了 大魏的这个支派 就是尤大支派 对不对 就是尤大支派 这样的一种含义 所以呢 一个以色列的意思 本来就叫做十二支派的统称 而所谓的有形教会 其实就是指的全世界各个地方教会 我是说的是有真理的聚集的 真教会的那个总和 而这些个有形教会 古往今来的有形教会 他的一个总和就叫做无形教会了 那么不过我们另一方面也要指出 一间地方教会 或者说所有的地方教会 其中的成员呢 一定是有得救有不得救的 我说的是具体的一个个人在这聚集 对吧 坐在这个地方 每日唱诗敬拜来祷告神 这不光是说长春阳光教会的问题 全世界的地方教会 一定在里边聚集的人 无论你是受洗没受洗 无论你是不是他的成员 一定都有得救和不得救的 这正是主耶稣说的 这个田里有麦子也有什么 拜子 有麦子也有拜子 不过天上的无形教会 就是天上的真教会 那可是由得救的真信徒组成的 那个唯独上帝知道 我们在人间绝无可能去一一甄别 说谁是信的和谁不是信的 对吧 我们只能够做出说 你是不是伟生于或者属于这个教会 这个判断才可以做 所以我们说了这些前提之后 我们要说的意思就是 每一个得救的信徒 受洗的信徒 都应该加入一间地方教会 中国存在着这样的一群基督徒 就是所谓的文化基督徒 文化基督徒的含义还不仅仅是说 你是知识分子 所以你就叫文化基督徒了 文化基督徒的这种范儿呢 是什么 就是他自己的个人方面 是任性基督教信仰的 至少他自己认为他是任性的 然而他却很讨厌教会 他很不愿意来教会 他经常会觉得教会 要么就是全是老头老太太组成的 要么是都是跟我一样大的人 但是呢 可能跟我的背景啦 这些东西不一样 或者说这教会里有几个让我很讨厌的人 或者这个教会的唱诗怎么这么难听呢 或者这个教会聚会的地方怎么这么憋屈呢 在这都喘不上气了 是吧 或者这个教会怎么这么远呢 我倒三趟车才能到 种种原因 很多人虽然自认是基督徒 但他是不来教会的 这种不来教会的这个问题 就是叫做文化基督徒 在文化上是个基督徒 但在生活实践信仰的操练方面 并不是基督徒 因为他没有加入一间教会 而在教会当中 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明确的要求 而在这个意义上 在古时有一个教父叫居普良 他就曾经有一个名言 不以大公教会为母的 就没有以上帝为父 这是他一种强烈的对教会观的表达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说 就有一个人讲他爱上帝 他也爱基督 但是你很难相信 一个爱上帝也爱上帝的儿子的人 他是不爱上帝的儿媳妇 是吧 就是不爱教会 对不对 因为是他的独生子的心腹 对不对 这是什么矛盾 这是什么问题 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个问题 是不是存在呢 我们说它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教会 可以做到尽善尽美 让人满意 甚至于这个教会当中 一定有让你很不舒服的地方 达不到你要求的地方 但是生命正是这样 你自己身上的某一个肢体 某一个部位 你也不是尽然都满意 对吧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要去整容 是吧 而是说你却接纳了你自己 那是你作为一个 整体的生命的一部分 对吗 那是上帝所设定为这样的 为了叫你去操练 为了叫你去经历 如果大家唱歌都不好听 唯独你唱的好听 你不是说躲开这群人 难道你不是应该 教大家好好的唱吗 如果这个地方的人都很冷漠 你感受不到被爱 难道这不是一种 对你去爱别人的 可能的呼召吗 对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就说 教会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今天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一个真信徒 要加入一间地方教会 这个当然不是说你必须加入阳光教会 或者要加入到前进教会 我们说的是那个大公教会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我不在任何一个大公教会 下面的地方教会里 但是我是基督徒 真的不会这样的 我们不要讲特例 你说那个十字架上右边的那个强盗 就没有加入教会 我们说的是在 如果不是不得已 你都应该加入一个教会 这就如同说一个信徒 若不是不得已 都应该受洗一样 同样的道理 那个强盗弟兄 也没受洗 对吧 可是他是真信的 因为有主耶稣亲自的一个认定 可是我们正常情况下 一个基督徒是要受洗的 一个受洗的基督徒 是要加入教会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 所以呢 我们今天在说 为什么要加入教会之先 我们按照上一次的一个方式 上次讲到我们提到 上帝做的很多事情 不一定有为什么 但是都有为了什么 对吧 这样我们回到今天的开始的这个经文 是为了什么呢 上帝所赐的 在教会中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传福音的牧师 还有教师 为了要 是吧 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教会 就是基督的身体嘛 对不对 就是建立教会 然后呢 这是起初的这个目的 要成全圣徒 然后大家各尽其职 你是使徒吗 做使徒的事 你是先知吗 你是传福音的吗 你是教师吗 你是牧师吗 你是信众吗 你是童工吗 对吧 每个人要各尽其职 好使你被神成全 好使基督的身体 得以得荣耀 但是将来的更多的一个成圣的目的是什么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这里的前提 在假定 你刚加入教会的时候 无论你的实际的生理年龄是多大 你就是个小孩子 对吧 因为你存在一个长大的问题 一定要认清这一点 也许你在社会上 你很成熟老练 但是如果你是去年信主的 你就是个小孩子 这个经验是不可能移植过来的 甚至于当你要这样移植的时候 就要出很大的问题 因为在教会这个生命术 这个天国的系统当中 它是一个与世界完全不同的逻辑和秩序 当你觉得世界上的秩序 可以用在这儿的时候 是个很危险的做法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是小孩子 大家要彼此的合一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而不是在脾气秉性上 不是在阶级地位上 不是在民族性别等等 这些个标签上 使我们合一的 唯独是神的真道 这个真道上我们不能够同归于一 这个教会就是分崩离席的 你就是得不着喂养 你也不可能对别人有任何的帮助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又为了使我们迅速地成长 保护我们可以成长 要不然属灵上的小孩子就会怎么样 经常是中计 受骗 摇动 最后跟从一端 这是保罗明确的话 你说有这么危险吗 这么可怕吗 的确是 因为这是圣经所说的 这是你我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的那个根基 就是那个根 对不对 我们对圣经如果还不说能够认同 我们大家都底能够认同什么 这里说的就是教会 到底为了什么而建立 又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目的 圣灵呢 策立了不同的职份 赐下了不同的恩赐 好从这个个人的角度呢 成全圣徒 而从集体的层面呢 让大家各尽其职 建立教会 这个目的正面说是第十三节 使我们长大成人 负面说的保护作用是十四节 免得我们受骗 中计摇动 跟随异端 对吧 所以对内对外有两种的作用 你要注意 这就是一个地方教会 一个教会要起的那个作用 我们说为什么你一定要加这个教会 就是为了这个 就是为了这个 当然这不是全部的目的啊 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目的 是全部的目的之一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大家就会在异端里同归于尽 对吧 就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会让人丧亡的 会让你的灵魂灭没的 当今的世界就是一个很多元的世界 是一个崇尚 尤其在中国特别崇尚混杂 而不是分别的一个世界 前阵子在北京开这个政协会议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图片 很有意思 有一个记者 在这个 政协开会分各个的界别 对吧 在宗教口开完会之后 这些人一起上电梯 他的电梯口抓拍到这么一个画面 就很有意思的 你发现这个道长 阿宏 神父 喇嘛 和尚 牧师 大家聚在一起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做法 对吧 有时候变成人说笑好了 说来个老道 到他家门口 胸前画两个十字 口念阿弥陀佛 什么意思呢 信的是啥这么杂呢 对吧 但是现在很多人信的 就可能是很杂的 也许我们觉得蛮荒谬和可笑的 但你知不知道 很可能有时候 你所秉承的 因为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的观点 根本不是基督教的呢 可能就是佛教或者道教的呢 对吗 可能就是喇嘛教的呢 可能就是天主教遗留的那些 曾经被我们的先贤 竭力抵挡过的那些异端呢 对吧 就是这样的问题 很多的时候 有些基督徒 他爱主的心 还是很热切的 这个热心 其心可佳 但是正如保罗也曾经讲过 他的许多同胞 他们的热心是有 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也就是说 有些基督徒固然很热心 热到一个程度发烧了 烧得脑袋糊涂了 糊涂的一个意思就是 他开始惧怕真理 惧怕客观性 他喜欢主观的感受 他惧怕一些客观的 好像貌似斩钉截铁的东西 有意无意的会躲避开一些客观的 传统的大功的真理 于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状态 就像刚才里面提到的是什么 小孩子 小孩子什么特点呢 没有定见 情绪化 随意化 是吧 一会哭一会笑 于是常常就会种计 常常就会受骗 在人的各样轨迹当中 在异教之风中 摇动和飘荡 什么叫异教之风 居然还有基督徒 可能比如说信了很多年了 他还是不知道 说清明的烧纸是不对的 不明白居然 也没有使徒去明白过 你不知道那是在记轨吗 对吧 还有一些基督徒 也是很多年了 他居然会热衷于星座的 你什么星座的 而且真的根据你什么星座的 来判断人的性格 和自己的性格 和今年的运气 你不知道这是来自于 巴比伦的邪术吗 这不就是圣经里明确说的 不可以去占心占补那些东西吗 这么糊涂吗 然而这却不是一个危言耸听 事实上就在我们的身边发生 你不知道瑜伽了 冥想了这些事 是来自于印度教的 一种精灵崇拜吗 你不知道练瑜伽的那些个动作 是从蛇的动作当中 画过来的吗 可能我们不求圣洁 觉得这个东西 一样强身健体就好 或者只要我开心就好 那这不就叫小孩子吗 那保罗就没有说错 对不对 没有根基 没有定见 也不知道说你加入一个无神认的政党 就是在公然与神为敌吗 当你是基督徒以后 我们自己居然能把它都圆上 这就说明了 正说明了这种混杂 这种没有一个真理的教会 起到它该有的作用的时候 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很可怕 即便说不做这些 以上所说的异教之风 即便都没做 但是如果没有委身一个真正持守真理的教会 或者说某个具体的地方教会 也很容易被异端所掳走的 这也不是危言耸听 就在最近 就有从前就在我们阳光教会聚会的人 离开了之后 跟从了异端 而且还来大肆的向他认识的这些人 传讲他的东西 专门针对本教会 这个人 我不是说他在我们这儿聚会会 这个人叫平约瑟 新加坡的一个所谓牧师 那么这个人的讲道 说白了 就是极端领恩派 已经跨到异端这个样子了 所谓的这种异端 和他这类异端的几个要点就是呢 他会把律法跟福音对立起来 我还写了个小讲章集 叫实戒和实价的关系 对不对 我们知道这是一脉相承的 你不知道罪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救出是什么呢 对不对 可是在他的观念当中 你信福音就必须反律法 你如果遵守实戒的道德律 你就是没得救 你说活在咒诅当中 你现在要说方言 向主宣告 你是在恩典之约里 如何如何 然后他会高举方言 每个人信主的人的个标记 他不是说那种重生得救的生命 而是说你会不会说方言 会不会有医病的恩赐 然后再推崇这种成功的神学 等等 这个恰恰就是说明了 方才经文所讲的这种 什么叫做人的诡计 欺骗的法术 异教之风和各样异端 这样的异端是层出不穷的 不光是塔 对吧 这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是正好发生在我们当中的一个例子 所以你如果没有一个 稳定的坚固的教会观 真的是没有办法抵挡这种事的 比如人家问你 你说我这个不对 那么你信的是什么 你就知道我们现在教会 为什么要再抓紧的去制定信仰告白 教会的章程等等 有时候你对这个话你都无言以对 你说我信使徒信经 人家马上告诉你我也信 对吗 大家的问题根本不是说 信的是不是使徒信经 是不是这一本和和本圣经 而是说你对他的解释不同 对不对 关键在于这个解释是不一样的 而有一些解释就是天差地远的 经文是同一个经文 但是魔鬼也会用经文呢 你从那跳下来啊 经上记者说他比他天使来接着你 不让你失脚啊 这也是经文对吗 所以我们说的一个教会 就是在对内要起这种保护的作用的 保护你不被立端所掳走 保护你可以根据你这个教会 公开任性的成文的信仰告白 和教会章程辨别一端 极端 或者那叫姊妹教会 不是一端子打成 跟我不一样的 就都是一端 绝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真的一端是存在的 魔鬼是存在的 难道你的心里认为魔鬼 其实是一个搞笑的 是编和吓唬你的东西吗 不是的 它是存在的 它会在教会当中 也会去掳掠 它要掳掠的那些失散的羊 好 这个呢是我们说了 好像说一个加入一个教会 或者叫做一个教会的 一个成员制 或者叫会友制 或者叫会员制 这都是英文那个membership 这个同一个词的 不同的翻译 对吧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 原来一听到说有会友制 我听得很不舒服 我在十几年前 我是什么儿 加入教会还办会员卡 对吧 但是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事实上外邦的有些东西 它有会友制 它是跟教会学的 教会不是跟他学的 你可以明白吗 只不过是在我们这儿 因为我们先接触了 外邦这个东西 然后你再回头 教会发现 我们重新恢复那古有的 一直大公教会 具有的传统 你反倒觉得不舒服 这样的意思 抛开这个层面 我们说这个membership 刚才说的是为了什么 下面就要说为什么了 它不是为了一个 实用主义的目的 为了说解决一点事 对内保护信徒 对外弘扬真道 这是重要的目的 但是它仍然有 它的深层原因 这个原因 当然就来自于圣经 是圣经明确的一些启示 我们下面要说的就是 这种所谓教会的成员 是符合圣经吗 我们首先看旧约当中 旧约当中始终存在着一个 分别的概念 对吧 分别 分别为圣 或者叫拣选的概念 这个精神 有可能确实和中国人的 所谓合这个精神 不太一样 我们说的这个合 就是混在一起 对不对 不希望有分别 大家都一样最好 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它一直是有分别的 它立一个圆子 就分圆内 分圆外 这就属于不同的世界 你犯罪之后 就不能再在圆子里待着 对不对 必须被赶出圆子外边 对吗 你不能说 无所谓 这个罪都给个机会回赶 我在圆子待着 以观后效 留言查看 对吧 没有这个机会 没有查看 赶出去慢慢查看 悔改好了 将来回来 对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圣经的这个标准和做法 方舟也有一个州内和州外的问题 对吧 大洪水来临 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区别就是这么清楚和毫不留情 留在方舟外的就是死 留在方舟内的就是活 是不是就这样 没有一个可能说 我走个双轨制 我呢 当然相信 世界上的这些人够邪恶的 我不跟他们同流合污 但是 你们这个方舟教会 太狭隘 太偏执 必须信你的上帝才能进去 我就不进 我自己 造个船 我飘在红水上 做不到 不进方舟内 就是跟那些人一样 就是死 圣经就给你分的这么清楚 对不对 包括在旷野流浪的时候 有大营 是吧 营内还是营外 一个捷径的人 可以在营内 对不对 如果一个 无论什么原因 再来讲到不捷的人 必须怎么样 出到营外去 是不是 出到营外去 七天 十五天 等等 之后 让祭司查看 是不是捷径了 是 回到营中 你发现 这就是有个明确的区分的 以色列就有会员制 用你这个话说 对吧 不捷径的人 就不可以在营中 就是这样 但是 不是说从此 秒杀掉了 没了 悔改了 随时欢迎回来 目的是回来 目的不是赶人走 对不对 这个意思 包括整个以色列族 他也分为叫族内 族外 族外就是外邦人嘛 外邦人这个话哪来的呢 对不对 外邦人 就是不信上帝 这些人叫外邦人 你注意这个族内族外 他不是根据血统划分的 对吗 路德他也不是犹太的那个血统 对不对 既女喇合 那都是迦南人 那是要被征服的人 但是只要你信上帝 你就属于这个族 这是历史上的唯一的一个 不是单纯因为血统 而是因为信仰来建立 他的民族和国家的这么一个群体 这叫以色列人 对吧 包括在教会里边 同样分为 教内和 教外 一样有这个区别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些经文 好 那么新约的 刚才旧约啊 新约的圣经提到过会友志吗 我们必须说 的确没有出现过明确的会友志 这三个字 的确没有 但是我们需要看一些经文 你想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著名的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 这是教会行事为人的一个宪法式的东西 对吧 人和人一定有矛盾的 就是基督徒也是一样 就是圣徒也是一样 就是那神学家 俩牧师 圣徒俩使徒也是有可能有矛盾的 对吗 问题不在于会不会有矛盾 而是说你怎么解决矛盾 对吗 人和人相处的关键在哪 有人怕受伤害 我就不跟人建立关系 这是逃避的 越这么逃 最后就越完 对不对 为了怕失恋 就不要谈恋爱 就好像这种感觉一样 对吧 怕受伤害不要去爱 但是爱就意味着受他伤害 确实是如此 但总之有了矛盾怎么办 主耶稣说得很清楚 单独跟他谈 别当众接人短 是吧 哪怕他真的是错了 是短 一个人跟他谈 他要是听了 你不就得回来了吗 你要注意目的 总是要得回你的弟兄 你不是要定他罪的 对不对 如果得回来了 我们感谢主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他不听 另外带一两个人去 这个次序不能乱 你不能上来 就些兴师问罪 带一帮人 就是审判他 对吧 再不听 告诉教会 你告诉教会的前提是 有教会 而且谁代表教会 对不对 要不然你告诉教会是什么意思 告诉你的三千会众吗 是这个意思吗 不可能是这个意思 对吧 如果他还不听教会 这意味着教会是有权柄的 他如果不听 不服教会的这个权柄 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般 外邦人和税吏是什么意思 在当时的语境里是 就要赶出教会了 但是赶出教会之后 是说这个人下地狱吗 不是啊 一个教会对于外邦人 该做什么呢 传福音 他是不信的而已 只是证明的 他是不信的而已 你要把他赢回啊 你把他得回 这是你当做的事情 但是教会的权柄就到这儿啊 赶出教会就是最高的一个东西了 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东西 伊斯兰教可能意味着 赶出他的清真寺 还在全球追杀你 是吧 基督教没有这个 绝不有 而且一个人能被从教会中赶出去 就已经暗示了这个人当年的之前 是被认为是属于这个教会的 对不对 你根本就不属于我 什么叫赶出去 没有这个概念 你没有属于过 怎么叫赶出去 那如何判断谁属于还是不属于 你就必须有一个登记 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任性 这就叫做成员制 还有呢 使徒行传也提到过啊 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 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他们都同心合议在所罗门廊下 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 英文就叫做加入他们 百姓却尊重他们 你会发现这里边 百姓就面临着一个决定 你们是否需要加入他们 他们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 对吧 你很尊重他们 有人想贴近就是加入 有人又不想加入 不敢加入 这种加入是公开的 而不是一种非正式的私下的往来 我们私下可以跟某一个教会的 这个人 甚至他的牧师 关系很好 这不代表你属于他那个教会 对不对 这种加入一定是一个公开性的东西 再看一个例子 再看一个例子 提摩太前书的五章九到十二节 保罗说 提摩太啊 你要把需要镇级的寡妇列入名册 他说寡妇记在册子上 年纪要到六十岁 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 等等等等 这个是一个间接的一个证据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能想象 一副所教会健全到这种程度 是有寡妇名册的 就是教会词汇接级名单 对吧 他有这个明确的名单 他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教会的成员制的名单 教会全部会有的名单 这是不可想象的 对不对 这已经在暗示着 他有了这么具体的一个分项目的名单 那个整体 他一定是有这个制度的 再看 刚才说教内教外 保罗也是这样讲 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 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 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 你们应当把那恶人 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他说教会要审判教内的人 而不是教外的人 可是你怎么认定谁是教内 谁是教外呢 这又带来一个问题 对吧 这些问题都在告诉你 是有这种所谓会有制的 如果一个神格伦德教会 从来没有公开的正式的接纳人 加入这个教会 你现在就对这个经文就觉得很费解 不能理解了 其实说什么呢到底 对吧 不能理解 包括他还提到过 提到过一个就是被教会除名了的弟兄 他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 倒不如赦免他 安慰他 免得他忧愁太过 甚至沉沦了 这里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能被教会除名 实际上是被众人 就是被整个教会的这个会众所除名的 可不是牧师或者是长老集体把他开除了 虽然那个实际的执行可能是落实在几个人的具体的一个执行 但整体的意义是在代表大家将这个人出名了 也同样要代表大家在可能和极力争取的情况下将他接回来 免得他沉沦 如果教会并没有成员的名单 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众人的责罚 到底多少人同意才算是达到读书票 这都不可想象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从很多的这些方面 这还不是全部 我们已经可以说新约使徒的建立的教会观 远比我们今天想象的更加的正规严谨公开 而我们今日的教会很多时候太过于松散 太过于地下化和自我边缘化 这个状态 是吧 这个跟当时的并不符合 下面我们要看呢 基督徒都应该加入一个教会吗 我们说是的 圣经中有这么几个要点 两个要点表明 每位受洗的基督徒都应该属于地方教会的一员 首先你要注意 教会就是像那棵参天大树一样 就是公开的建立在这儿 它是一个公开的在地上的机构 用来显明证实和督则那些相信基督的人 很多人说过这个例子 他说一个教会在地上 就像天国驻地球的一个大使馆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使馆 它不能是藏在一个极脚嘎栏 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它必须在一个公开醒悟的地方 让这些想要来去办天国护照的人 能够找得到你 对不对 所以耶稣希望世界知道哪些人是属他的 哪些人不是属他的 你怎么让别人知道谁是属耶稣的呢 人家看的就是 谁是在这个具体的公开的这个机构和团体中的 也就是说谁是在这个教会当中的 对吧 有人传福音给你 然后呢你信了 信了之后你说好 下一步去哪个教会 那个人告诉你我没有教会 信主不需要教会 你就知道有危险了 这就有危险了 对吧 人不会说从头那么看的 任何人一定看的就是 你是哪个教会的成员 根据你 我来去大概衡量一下 你的教会是什么样子的 以至于整个基督教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 这就是说 每一个教会的成员 在地上都有一个在公开 做见证的这样一个榜样 那这就是你应该加入教会的依据之一 其次 基督徒呢 在圣经上一再被要求 要求顺服治理他们的教会 教会是有权柄的 我们需要操练这种顺服 人心的特点 罪性的最大本质就是反叛性 没有任何人 我也是一样 所有人都一样 没有人愿意服权柄 你要知道这一点 因此这是要操练的 从人的罪性的角度来说 这是逆性的 人都愿意别人听你的 你绝不愿意听人的 对不对 人都愿意管人 人不愿意被管 你既然觉得管人 你就应该承认你也可以被管 就像那个百夫长 有兵兵在我拳下 我说去就去 我说来就来 我也在人的拳下 所以耶稣说什么 这人的信心是大的 以色列人中都没有 对不对 他深深的知道 这种权柄次序的观念 可是我们今天 很多人没有这个观念的 然而这却是圣经的明确的话 你们要依从那些 引导你们的 且要顺服 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 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你们要是他们交的时候 有快乐 不致忧愁 若忧愁 就与你们无异了 包括 铁后 铁前 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 敬重那在你们中间 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边 治理你们 劝戒你们的 因他们所做的功用 爱心 格外尊重他们 不是惧怕 对吧 你们又要彼此的和睦 所以你看到 如果你不委身 任何一个教会 我也想承认 很大的一个 很多人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不愿意 服任何权柄 所以我不要加入任何一个教会 确实是这个问题 然而 遵行这样的顺服等等 这些个命令的唯一方法 是你在一个教会当中 对不对 你如果是单独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是一间教会的话 不存在顺服的问题 对吗 你永远顺服你自己的 对吧 所以就这个意思 你要公开承诺 成为羊群的一员 你如果没有去 在一个教会当中 顺服这个教会的权柄 你就不可能遵守 圣经的这些教导 这样的意思 好 那到底什么是一种 有意义的教会的成员制呢 首先教会的成员 应当是基督徒啊 对吧 是基督徒 我们在使徒行段当中 就看到 那些信了福音的人 都加入了教会 保罗写给众教会的书信 都是写给基督徒的 虽然没有任何一个教会 可以百分之百的分辨出 哪些人是真基督徒 哪些人不是 这个不可能做到 但是一个教会应当 只允许那些 宣告自己相信基督 并且自己说我是 信的人加入教会吧 对吧 你自己说你是信的 你才可能是信的 而且有可能你把自己还骗了 但一个公开说 我根本就不信的人 那就不可能属于教会 对不对 教会做的是这样的工作 第二呢 一个教会的成员 应该是经常在出席教会的信徒 你是常常来这儿的 你才是这儿的这个信徒 是这儿的会友 对吧 所以教会的成员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是为了监督帮助 守望他的成员的生命的 如果一个人根本就不常来 你就根本不可能知道 他生命状况如何 是不是 你没办法了解他的生命状况 如果你说 那我们总是用私下的 一个带领的方式去做 那么你在做的 就是另一个 建立了另一个教会的意思 对吧 或许神给 有一些教会有这个负担 去执堂怎么样 他愿意加入那个教会 也可以的 但是一个人说 不 我就是任何教会 不想加入 这就说明 信心他出了偏差 这不是在一个健全的 完整的真道上信的 而且他的成员 应该把教会 视为他建立团契关系 和开展事工的首要场所 这个从国外到国内 都有这个问题 比如常常有人 他同时会有两个身份 他既是某个事工的一个 或者某个机构的成员 他又同时是某间 地方教会的成员 对吧 所以他经常会这样说 他说 虽然我是这个 纽约第一长老会的成员 不过呢 我的真正的服饰 我的首要的服饰 其实是一个什么 文字事工 对吧 这样的说话方式 你要注意 这不符合圣经 这不符合圣经 你的事工 不可能优先于你 委身的教会 对吧 因为你是在一个 教会当中相信 你是在这个教会当中 去贯彻和践行 那些个彼此相爱 彼此的帮扶 彼此守望 彼此监督等等 那些彼此的教导的 当然说 有适当的情况的时候 基督徒也可以在 其他的事工 一些别的教会当中 做他当作的事情 但总之是 新约让我们看见的是 一个基督徒 首先应该在他需要 为之交账的 那一个教会 那个固定的群体中 完成神给他的诫明 一个教会的成员 还应该具有 圣经所教导的 特定权利和责任 权利是什么呢 权利他就是 一个地方教会的成员 往上说 他有权利接受牧养 有权利接受大家的关注 监督 帮助 祷告 守望 有权利在这个教会中 领圣餐 对吧 有权利来接受他的教导 这是他的权利 往下说 也可以讲 我有权利 我现在要结婚 牧师 你就得给我主持婚礼 的确 这就是你的权利 那天牧师 只要不是说 病到床上起不来 他就应该给你主持 但是如果你不是会友 容我这样说 如果今天 下桌六 有一个会友要结婚 另一个非会友 也要结婚 我跟这个非会友 其实感情更好 关系更好 但是我 必须 是为这个会友 来主持婚礼 这就是他的权利 这就是这种次序 我说的是 时间冲突的情况下 对吧 但是成员们 有权利领圣餐 还有葬礼 死的时候 牧师给你主持葬礼 我死的时候 你给我主持葬礼 这都是我的权利 我也有权利 对吧 所以 这是权利 还有责任 一个 你说你是一个教会的成员 你有责任的 光享受权利 不要负责任 这绝对是不合理的 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 都应该知道这一点 对吧 责任是什么呢 你要为教会祷告 你要跟其他的成员 建立一种敞开的关系 在这个关系当中 彼此的关心 鼓励 督责 教导和学习 你要顺服教会的领袖和教导 你要促进合一 而不是拆毁 你要在经济上 支持教会的事工 包括十一奉献 包括其他的奉献 你要尽力的善用上帝 给你的属灵恩赐 建造主的身体 你要注意 这是责任 这不是说想做就做 不想做不做 如果说我就是 多数时候不想做 那么你已经说明了 你不打算成为 这个教会的会友 就是这个意思 对吗 所以要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友 就包括这些事情 这是应当做的 这是义务 要不然你可以体现 你为什么是这个的会员 你为什么说 我是委神这个教会的 对吗 所以为教会祷告 体现在一个是 自己的祷告生活当中 你要为教会祷告 当教会去定期 或者不定期 召集的这些个活动 祷告会也好 活动当中 你作为教会的会友 当然 我们现在没有会友制 将来如果有会友制以后 你如果是会友 你是有义务参加的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说我大多数的活动 就参加不了 也不想参加 也不屑参加 那么你可以不加入这个会友 仍然欢迎你作为一个客人 常来常往 没问题 但是我们一定要说 权力责任的对等性 就是这样 好 那么什么人能够成为 教会的一个成员 我们说有这么几个特征 首先是基督徒 那些真正任性 可以在公开的去宣信的 这样的人 是基督徒 第二 受洗的人 才是教会的会友 才是教会的会友 第三呢 是稳定参加教会的人 每个教会可能具体的 这个比例不一样 但一般都会有说 你在一年或者几年当中 你在这个教会 主日出席 主日重办 达到百分之多少多少以上 对吧 如果说 百分之八十 你觉得高了 那么百分之七十 但是不可能说 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 对吧 这样的意思 如果没有这种委身 成员证 没有任何意义 然后你要认同 这个教会的信仰告白 并且愿意委身在这个教会 如果这个教会 有信仰告白和教会公约 你就应该认同 因为只有你认同 这个信仰告白 你才是有可能跟别的同样认同的弟兄姊妹 活出那种彼此相爱的生命 你才被允许加入这个教会 同样 你也需要顺服这个教会的权柄 如果一个人不愿意顺服教会的权柄 他还要坚持来这儿 他是必然已经会引起纷争的 对不对 这是眼见的 就会引起纷争的 那么对他来说的最好选择是加入一个你能够顺服的教会 对吧 如果说我哪个教会都顺服不了 那是你的问题 那就一定不是教会的问题了 对吧 如果说这个教会 这个风格我太讨厌了 顺服不了 去个你能顺服的 如果在那找到了你安心的可以委身的地方 很好 这个很好 就这样的意思 还是一样 我们说列举这些观点 不是为了排斥谁 赶走谁 我们要求未来我们的会友 会友具备的这些点 是为了去强调呢 教会是向世界反映神的属性的这么一棵参天大树 这么一个大使馆 这么一个山上的城 这么一个高处的灯 对吧 这是教会的这个对外的使命 所以他的哪个成员都应该是真正的走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的基督徒 神的荣耀借着他去彰显福音 借着这个教会去广传 所以这个是对自己的灵魂有益处 对非基督徒有益处 也是真正荣耀上帝的方式 怎么建立会友之呢 我们要做的当然是宣讲福音 我们传讲上帝的圣洁 人的罪 基督的代赎 复活 我们需要悔改 需要认罪 需要相信他 同时也要来指出那些 你还没有委身于这种彼此相爱的生命共同体的人 你不要自欺 不要觉得你反倒是委身爱上帝了 你没有爱你看得见的弟兄 你却说你爱上帝 这是谎言 谎言是不出于上帝的 第二呢 教会的会友制的前提是 他会有一个信仰告白 或者叫教会的盟约 或叫章程 西洋告白是说这个教会信什么 教会的这个章程是说 我们将如何在一起生活 这两点需要有一个共识 需要提前知会 要了解 第三 将来我们会开设这种成员的这种课程班 每个准备加入会友的人都应该要有权利了解 那这个教会对我有什么期待 他对我有什么要求 我需要做什么 我可以不做什么 对吧 他需要了解这些事情 他需要在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 完整的 基本完整的了解一些的做法 还有呢 建立会友制的时候 会要求你和长老或者是牧师进行面谈 在这个面谈的过程当中 请你自己说明 你所信的福音是什么 你是如何信主的 如何跟随主的 你需要能够清楚的表述你的这个信仰的历程 然后呢 一个人的会友的加入 是要求用会众来接纳的 所以我们需要让整个的教会来明确的说 我们接纳或者是驱逐了哪一个成员 然后就会定期的公布一个准确的成员的名册 每个人手里到时候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名册 你为这个名册上的人祷告 这是你的一个优先的要祷告的一个次序 然后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利接受这种教务 辅导监督等等 我们需要让每一个真正属于这个教会的成员 定期会跟长老或者是一些个成熟的信徒 有这种定期的谈话 深度的谈话 了解最近他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情况和变化 然后在一个教会当中 应该有一种门徒训练的文化 年轻的基督徒 可以去找一位更加成熟或者年长的基督徒 做你的好像一种类似于像导师的这样一个角色 带领你在这个教会当中 在信仰当中去成长 而更多成熟的基督徒 在这儿不是自己好就好 你是有义务去聚拢和照顾那些不太成熟的基督徒的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属灵的事情 这是一种门徒训练文化 然后我们会说某一些活动和服饰领域 仅限会友来参加 我们说教会他的这个教会的事物性的会议 公共崇拜中的服饰和小组 除了那种福音小组以外 这样的服饰都只能由成员来参加 等一下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要这样 最后呢 有会友之之后 一定会严肃执行一种矫正性的惩戒 如果你已经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成员制的文化 我们就会开始要带领会众 真的要驱逐那些严重的犯罪 而且真的不悔改 坚持不可悔改的人 那是要把它驱逐出去的 好 对于教会的成员制 我说了 这个不太符合中国人的这种和的这种传统 也就是喜欢混在一起 不要分别 不要求真理 只要求和睦 只要求在一起能够过下去 混日子的这种想法 的确冲突 但是我们说 我想我们已经说清楚 这是圣经的明确的教导和启示 那有人会说 是不是一个教会的成员制度 是不是太排外了呢 大家要搞清楚 宽容和接纳是什么意思 对吧 宽容和接纳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说宽容的时候 你不可能比上帝更宽容 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他给彼得说 你拿着天国的钥匙 开了就不能关 关了就不能开 你接纳的天上也接纳 你排斥的天上也排斥 你知要 你应该知道 在教会当中是这种内外有别的 是这种内外有别的 宽容和接纳 不是以接纳到一种罪的程度 我可以给你讲一个一个例子 就是在几十年前 哪怕可能就是三十年前 美国的绝大多数的教会 对同性恋问题的看法 是相当的符合圣经的 绝大多数教会 可是 什么时候呢 开始变成了有问题了呢 好 这是罪 没问题 同性恋者也是一样的 是罪人 并不比别人更有罪 也没问题对吧 我们可不可以允许同性恋的人 来到我们当中参加教会的敬拜呢 好像也可以啊 那么他来了以后 没有会有志啊 只要你到这儿敬拜了 你回回来 所有人都会觉得 那已经被神接纳了 被这个教会接纳了 然后发现这个人后来 唱歌很好啊 很有恩赐啊 然后他就开始带领唱诗了 带领唱诗了 再过一段时候 他有热心读神学院 你能说同性恋者不能读神学吗 能啊 去读 读完回来之后 正好老牧师死了 他就成牧师了 渐渐的他就开始教导 首先你要接纳同性恋 后来呢 就是你不能定对同性恋 再到后来同性恋就是对的 这是一个个例 大量的接受的这些人 他们渐渐成了这个教会的主流 他们的亲人朋友 认同这个价值观的人慢慢来 这个教会的文化被他改变了 你的接纳最终毁了你自己 就是这样的意思 仍然要接纳 但是接纳到什么程度 界限要怎么立清楚 是很重要的 而圣经的观点 圣经是宽容还是排外 而且教会排外不排外呢 看你怎么定义什么叫排外 从这种不能够接纳不信的人 进入教会 不能够接纳这种严重犯罪 不悔改的人进入教会 从这一点来说 这是排外的 因为上帝在这个意义上 就也是排外的 你能做的 不要超越上帝 不要假设你比上帝的爱心更大 你比上帝的公义的限度 更加的又宽容又接纳 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 我们的信 就是刚才那种赞美诗里所讲的 所唱的 非常好 愿他的旨意成为我的心意 不是反过来的 愿我的心意被上帝盖章批准 不是这样的 对吗 你的一切的祷告和你的信仰 是为了要渐渐明白 上帝的心意成为你的心意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只有教会的成员 才可以参与教会服饰 我们首先要说 公开服饰 比如站在这个地方带师 比如出去代表教会宣教 比如说你去街头发放反多态的传单 等等 这种公开服饰 任何人 就是不信的人也知道 这肯定是代表教会的 对不对 他既然是代表教会的 那么大多数人就会把他跟教会联系在一起 绝大多数人 就是根据你对这些公开服饰的人 是有什么样的认识 来对这间教会 甚至于整个基督教信仰 有一个认识的 哪怕我们就是在楼下接待 我们摁那个电梯 别人如果路过的邻居们看到 你也会说 这肯定是教会的服饰人员 对吧 所以他代表教会 你要注意这一点 代表教会的人就在代表基督 当保罗之前叫扫罗 逼迫那些基督徒的时候 基督跟他讲话 他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教会 或者你为什么逼迫基督徒 他说的是你为什么逼迫我 对不对 每一个教会的成员就在代表着基督 我们说有一些教会 甚至于当今的很多教会 他以一种好像是有邀请 有热心的一种姿态 有时候允许非基督徒和尚未成为教会成员的基督徒 在教会里公开服饰 我们可以说也许这种动机是想要福音拓展 但是宗览全局 这样的做法可能终究的长久来看会必大于力的 再接着呢 我们说所有的公开服饰都是一种叫信任 是教会托付你这样去做的 不是说我有感动 我现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一种做法 因为你的感动 有可能是对别的一个地方有伤害的事实上 对吧 这种信托 这种信任 这不是权力 也不是一种外展的手段 不管一个人在一个教会待了多长时间 都没有权力说我必然可以公开服饰 对不对 唯独神呼召了谁 谁才来做这个服饰 对不对 所以新约没有一个地方讲到 神会使用 神或者基督会使用非基督所来代表他 这是不可能的 基督施恩呼召所有罪的 当然这样 但他只与悔改的人在一起 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能够奉主的名聚会的人 他就已经是悔改和相信的人 对不对 主可没有说 只要有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 我就在你们中间 没有这样讲过 对不对 是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所以你知道基督的认识是很清楚的 你要爱世界上所有的人 但只有那些悔改相信 属于你这个教会的人 才是你优先应当去牧养的人 才是你优先应该建立和发展关系的人 所以我们说 把公开服饰只留给教会成员 就会起到保护教会和基督生育的作用 如果你允许这种不顺服教会的个人 被别人把他跟这个教会等同起来 就是你会允许一个人可以不向教会负责 他有权利按照他的想法 去向别人去介绍信仰是什么 他怎么认为 所以我们知道教会有责任教导世人 让他们知道基督是有恩典和慈爱的 但是教会也有责任教导世人 基督是圣洁的 他是呼吁罪人要悔改的 我们特别要小心 就是不能够允许那些虚假任性和假冒为善的人 公开代表教会和基督 有大量的经文做这样的事情 叙述这件事 所以也有助于教会向非基督徒做福音外展的工作 基督是爱所有的人的 但是他也公开要你做一个决定 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 对吧 但他却说不与你们为敌的就是帮助你们的 这是两个重要的区别 对不对 一个人面对基督 他必然要做一个是和非的选择 但是在你去做外展的工作的时候 不抵挡你就可以算帮助你 在那个意义上宣教的很多层面 你现在需要人治病 这个医生必须是基督徒 甚至必须是你的会友吗 那不一定对吧 但是除非那种情况 要不然一个人面对基督 必须做一个是非判断 这种也会有助于打消一种 当一个挂名基督徒的风气 挂名的基督徒就是那种 不打算向基督的身体负责的基督徒 两种情况 一个是常年在这儿 拒绝拒绝任何的被监督或者服事 或者其他的任何刚才我们提到的东西 再有一种是强烈要求服事 但绝对不见或者是抵触向教会负责 这两种情况 这都叫做挂名的基督徒 当你这样讲 他可能会很生气 可能会离开 但是我们仍然要说 如果一个教会 满足他的条件 接受他 你会伤害更多 忠心持守神的圣约 真正愿意去 照着主的吩咐去做事的人 所以一个教会的内外有别 就是这样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为着神 给我们的呼召 而不是为着其他某一个人的东西 来向神献上自己的中心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呢 我们说会有制是为了什么 刚才我们讲 是吧 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 为了保护信徒 为什么要有呢 旧约提到的内外有别 新约也提到过教会的名册 公开见证的需要 操练顺服的需要等等 什么叫会有制呢 怎么成为会有呢 我们说的几个需要做的 是受洗的基督徒 是稳定聚会的基督徒 是认同教会信仰告白的基督徒 是愿意委身的 愿意顺服教会权柄的 愿意以教会作为他建立团契关系 和开展事工首要场所的 这是教会的会有 怎么建立会有制呢 咱们教会现在正在走向这个 我们说的这都是未来该有的样子 我们目前的确有很大很大的欠缺 但是要怎么做 传福音 建立信仰告白 制定教会章程 开设成员的课程班 要求每个人跟长老或者牧师去面谈 最后由会众批准加入 建立教会名册 给他有教目的监督 有鼓励大家有门徒训练的这种心 带领你的不成熟的弟兄姊妹 成员的公开服饰 要求是成员 严肃执行矫正性的惩戒 并且我们简单的回答了两个问题 会有制是否是排外的 以及是否只有会有才能参与教会的服饰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 绝不是这一个一个小时的讲道 就能让你立刻全部都畅通的理解 所以我欢迎每一位弟兄姊妹 进一步来了解这个问题 也向教会来去沟通 跟我来沟通解决你的疑惑 好让我们真的能像圣经所说的 可以在真道上同归于义